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艾琳给你们现在伤害到你们这个毒 是他妈妈拿的几百万美洋广告费 他拿几百亿的无法往复 美国人那个愤怒七哥是有感受的 他说你看看你们华人 到了美国 在美国长大以后就这样干 百人计划千人计划善未见 是吧 张首胜 马云来一片钱 中国国有企业 到美国来就是一个骗 偷 然后拦击我 头两天在斯坦福 我们一个华人同意的时候 他坏了 他说郭先生 我现在在斯坦福 现在我突然发现国外灵的事件 让我在斯坦福 让我感觉我倍加估计 七哥你知道咱俩在吃面包店 我吃了你的面包店 老板说什么吗 你们中国人 就不应该待在美国 都该滚回你们的国家去 我能感觉到大地在掺激 美国人在愤怒 战友们你们直播 你们花时间 你们花精力 七哥的直播过去五年 共产党罚走了一百三十亿美元 这美国又罚过二娘的又一美元 凶家荡产 老娘没命 全家被抓 所有的钱都弄完 连老爹都是被扔在街头 同事无工作可走 你们直播是花时间 我直播是花命 不仅流汗流血 七哥看到嘻嘻哈哈的 每一秒钟过去的直播 都在与邪恶斗争